5月10日,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批准辉瑞疫苗可以用于为12至15岁的青少年接种。 FDA代理局长伍德科克称,这一决定使美国距离彻底结束疫情更进一步。 他向美国家长们保证,在批准该药物应用于青少年之前,该机构对所有可用数据进行了严格和彻底的审查。 临床试验表明,这些儿童可以安全地接受成年人已经获得的剂量,其副作用与16至25岁的试验参与者相当。 在12至15岁接种疫苗的青少年中,发烧更常见一些,他们中大约20%的人出现发烧的症状。 相比之下,年龄较大的人群中这一比例为17%。 FDA生物制品评估和研究中心主任马克思表示,满足条件的孩子最快可以在5月14日开始注射这种疫苗。 美国总统拜登10日表示,联邦政府能源部正采取措施,帮助日前受黑客攻击的美国最大成品由管道运营商克罗尼尔管道运输公司恢复被迫关闭的能源供应网络。 拜登说,美国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这起黑客攻击事件,并已公布相关细节。 他说,尽管调查表明,与这起黑客攻击相关的勒索软件来自俄罗斯,但目前尚无证据显示俄罗斯政府牵涉其中。 他还表示,美国将寻求国际合作以打击利用勒索软件并借助全球洗钱网络实施黑客攻击的跨国犯罪行为。 科罗尼尔管道运输公司当天发表声明说,目前,部分管道已经在手动控制模式下恢复有限运营,但主管道仍处于关闭状态,公司的目标是本周内恢复运营。 加州州长纽森11日宣布新冠大流行复兴计划将投入1000亿美元,用以解决流浪汗、干汗与水基础设施,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州退税及扩大租金减免和公用事业援助等。 他当天宣布投入120亿美元的一揽子计划,在5年内解决流浪汗无家可归的问题,该预算还将用来清整加州街道,增加新建46000所新住房,为65000人提供住房安置,使超过30万人拥有稳定的住房。 世界卫生组织10日将最早在印度出现的变种新冠病毒B1617列为全球关切变种,一些初步研究显示这个变种毒株可以更迅速传播。 该变种病毒是第四种被世卫组织指定为全球关切变种的新冠病毒,需要加强追踪和分析。 其余三种为最早在英国、南非和巴西发现的变种新冠病毒。 不过世卫组织强调,现在就认定B1617变种病毒能突破现有疫苗的防护仍为是过早。 世卫组织称,根据目前的数据,现有疫苗在预防感染这种变种病毒和因为这种变种病毒死亡方面仍然有效。 俄罗斯喀山市一所学校当地时间11日发生枪击事件,造成至少8人死亡,其中包括7名儿童和1名教师,另有20人受伤。 袭击者年仅19岁已被捕。 俄罗斯媒体称,枪手曾是该校学生。 俄罗斯总统普京已听取相关情况报告,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并对此作出反应,下令该国国民警卫队负责修改关于允许民用武器种类的规定。 克里姆林宫派出一架载有医生和医疗设备的飞机前往喀山,国家的卫生和教育部长也前往该地区。 在全面二孩政策2016年实施以来,中国出生人口当年达到峰值后逐年下降。 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哲11日称,第七次人口普查检果显示,2020年中国出生人口为1200万人。 当年,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已经处于较低水平,这主要受到育龄妇女数量持续减少,二孩效应逐步减弱的影响。 从2020年看来,新冠疫情增加了生活的不确定性和对住院分娩的担忧,进一步降低了居民生育的意愿。 感谢观看